OMGURU LENSEN SITTY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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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讲这个名题 名题在密教里面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名词 那么名词呢 这个名词就表示 它是一个星光的这个身 星光身 名题也可以这样子讲 有的是很小的名题 那么有的是呢 整个一昼意识的名题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名题 在密教里面是这样子讲的 就是说 你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会看见这种名题的这种现象 但是这其中 事实上还是很奥妙的 便不一定说 你看见名题 就是好 所以你在这当中要必须要有这个 昏辩的这一种能力 你能够昏辩 明体 知道明体本身 是你自己本身的光 还是一昼意识的光 还是其他的新光体 必须要懂得这个 昏辩 在密教里面我们晓得修行呢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 法身 这个在佛教里面都可以提得到的 都可以经常我们听到 法身啊 报身啊 应身啊 明体一样有法身 有报身 有应身 法身啊 就是讲 像这个 整个宜宙意识 毕露这那佛 这个就属于法身 那报身呢 我们很简单就可以讲 所有的曼陀罗 密教里面的曼陀罗的 所显现的这一种现象 就是属于报身的现象 所以谭诚里面的诸尊 都是报身 包括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也是报身 这个都属于报身 那么再来呢 所谓什么叫的应身呢 应身呢 就是说 现在我们都是应身 我们现在的都是属于应身 那么你要学佛 要知道什么是法身 那么报身 应身 所以在这当中 你的观察 你也要知道 什么是宜宙意识的大明体 什么是报身的明体 什么是你自己的星光身的这个明体 通通要知道的 那么所谓的看见呢 是确实有 确实是有 你所谓可以看见无形的这个明体出现 是确实有 我讲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这个确实有啊 也不一定是犯 就是犯觉的那个犯 我以前小的时候 有一个妹妹 很小 她那个很小的时候啊 我们在家里的 她经常会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你说她是假吗 不可能 因为她是童子 童子就是说 她是小孩子 她不懂得说法 她也没有那个必要去说法 但是她始终啊 我妹妹当中有一位 始终可以看到那些东西 她就讲说 那个桌子旁边啊 有一个小人在那里 一个小的 一个小人 小人这个小人 不是讲那个君子小人的小人 是一个很小的人在那里 她跟我们讲 你看那里 有一个小人在那里 那我们几个这个兄妹啊 她说有一个小人在那里 我们看了半天都没有 但是她讲有 你看在那里啊 她都指给我们看的 她小时候有看 以后长大就没有了 长大她就再也看不到什么 她经常看到的 那里有一个人啊 那里有一个女的 她头发多长 她都会讲给我们听的 她不可能讲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她是一个baby 还是很小 不是baby啦 差不多 小孩子 几岁的小孩子而已 所以我们的时候 她讲说那里有一个人 站在那里 头发多长了 我们就赶快跑 我们都会吓 哎呦 我够恐怖 有够恐怖的 她都会这样子讲 那长大以后 她就从来不再讲了 为什么 因为她已经长大 她那个眼睛 已经在看不到 是有 因为她不是利用这个看到 来炫耀自己 也不是利用这个看到 来说争一点名 或者怎么样子 她没有什么 可以讲 完全没有目的的 一种看见 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自己本身的看见 我告诉大家 我也本身的看见 我小的时候 其实我什么都看不见 有一次生病了 发高烧 发高烧的时候 躺着 看着那个电灯 哎 那个电灯 闪来 闪去 闪来 里面居然跑出 一尊观音菩萨出来 那个灯光里面 有观音菩萨 那么这个是会有的 这个是很多人 在病中 发高烧的时候 是会看见空中有花 这个是在佛经里面有记载 这个是在佛经里面有记载 你病眼看西空 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西空中的这个 这个花 产生出来 这个 那个天中 西空之中 有一些花 因为你发高烧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感觉 不同的 这个叫病中 病眼中的花 会产生出来 我认为那个时候 是一种幻觉 小的时候 我看见观音菩萨 灯光里面有看见 看见观音菩萨 那时候啊 拿那个温度计来量我的时候 哇 高烧到四十几度 那时候就 头晕 病眼观花 佛经里面有记载 有记载这种现象 还有呢 你们要看明体也很简单 我哪一支比较大一点的 金刚处 你们愿意看的啊 来过来敲一下 一看 哇 好多星光体 好多金条 年纪大的人啊 年纪大的人也不用 年纪大的人只要蹲着 蹲一下 突然间站起来 往天空看 他会满天都是金条 但是这个是属于饭 要记得这个是属于饭 并不是真正的民体 并不是真正的民体 我记得啊 好像以前在西方的社会 在流行一阵子这个迷范药的时候啊 是自己本身吃了这个迷范药以后 可以看见 幻觉 好像你意念里面啊 你想什么 它会出现什么 我自己本人没有试过 我本人没有试过 但是呢 我是这样子看那些杂志啊 报道里面也有讲到 啊 这个 在你 一种药物下去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犯觉 而且你意念 希望看见什么 它会出现什么 这是一种精神的一种作用 但是这个也不是民体 感谢观看